歡迎收看 今天的歷史會客是今天來會誰呢 今天來會我們孫文學校總校長張永中老師 哈囉歷史哥好 各位朋友祝大家新年好 新年平安 虎年一共大無畏的精神 迎向未來的一年 是老師今天也穿得非常的過年喜氣 這個是算是中山裝嗎 沒有 中國的算是一個漢服吧 漢服 對對對 我們這個中國傳統文化裡面嘛 穿一個這個服裝也其實比較簡單一點 不需要打領帶 而且也不需要西裝 這其實一批其實蠻方便的 真的 這個感覺起來很舒服 今天呢 這個我們現在這個系列 跟老師上次來不太一樣 上次老師來的時候還在跟我們試修 很嚴肅 對對對 兩個 對於這個意見上面有這個激烈的 男人之間的碰撞 但是現在我們改成溫馨的感覺 這次老師其實是想要來聊聊老師的人生 不敢不敢 其實我人生很頻繁 這個老師您光是有兩個博士 就跟一點五個就不太一樣了 那當然第一件事情請大家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出去 那今天呢 我們要好好來聊一下 大概很少人會知道老師的這個成長的背景 所以我們第一個呢 第一個標題來跟大家來講一下 老師的求學人生蠻特別的 一個學士 兩個博士 但是做過三個系的教授 當初是 老師是在台中出生 在台中長大 我在台中出生的 其實從小一直在小學 初中高中都在台中 到大學的時候才到台北來 是 他 我有去偷偷查一下老師的國小 叫做沈三小 不是 錯了 完全錯 我台那個是醒山國小 它是後來的名稱 喔 了解 它其實原來是空軍子弟小學 OK 所以我是空軍子弟小學畢業的 但是它現在改制成叫做沈三國小 醒山 醒山 醒山國小 對 因為我突然這個 但是聽起來怪怪的 醒山 醒山小學 OK 那老師這個大學跟研究所 還有到了這個教授 做的都很不太一樣啊 對 其實我一直 一直不太喜歡讀書 一直到了讀了大學以後 我才真正的算是認清楚說 其實我們應該要讀點書了 那在大學以前呢 簡單來講就是很喜歡玩 很喜歡交朋友 直接調皮搗蛋 那一直到了大學以後呢 才覺得說 其實應該好好吸收一點知識 所以我其實真正的 人生的學習過程 是我從大學開始 那我大學就非常的認真 非常的認真 所以說雖然是讀的是 算是機械方面 但是我修課大概就修了 兩百多個學分 哇 對 所以我也輔系 你這比我修教育學長 還拼命 我比你多 我大概修了大概有 兩百二十幾個學分 你有輔系吧 輔系是經濟的 然後以前還讀過一些 藝術美術方面的一些課程 然後可是我晚上呢 大概都去大學裡面 去旁聽一些文學藝術方面的課程 對 對 因為我覺得大學那四年 我想讓自己變成一個海綿一樣 多去吸收各種的知識 所以雖然白天讀的一個 可是晚上我也在讀 所以那四年對我來講是日以繼夜 算是我人生開始一個非常豐富的學習之旅 其實如果沉浸在讀書的過程當中是滿快樂的 對 就是說因為發現說以前讀高中以前都沒有好好讀書嘛 天天都在玩 那到大學以後我覺得說 也許大學只有四年 但是我相信我想當別人八年用 甚至當十二年用 所以我在大學的時候就開始進入 比較想去把書讀好 所以老師那時候是一個文主的靈魂裝在一個理工的科系裡面 對 我大學後來讀的是機械嘛 那大學畢業以後就是當完兵回來考那個 就是以前經濟人員特考就相當於高考 那就分發到台灣電力公司上班 就在現在的核一廠 在核一廠 所以你是核能工程師的原因就這樣來 對對對 我還受過了很好的一些訓練 所以對核能有一個相當程度的一個了解 可是一直到了大概在1979年 就是民國68年 你也知道中美斷交嘛 那中美斷交的時候就是有志青年 希望為國家的外交做點事情 所以我那個時候算是一個比較特殊 從一個理工的學生 那我就自己買一些書來看 所以我同年就是考上了政大外交研究所 所以從一個理工考上外交研究所 其實非常難得 很奇葩的感覺 我認識那個介大使 我在外交研究所的時候 跟他同班同學 我們還住在一個宿舍裡面 你們是同宿舍都住宿就對了 而且不是同宿舍 我們同一個房間裡面 兩個小床 所以我每天晚上聊天的 你們是室友 我們是室友 然後那個時候 那同年呢 我也很僥倖地考上了外交部 我那時候外交部運氣還不錯 我是考上全國第三名 全國第三名 而且比較特殊的是 我用德文考進去的 我用德文考進去的 考進全國第三名 你德文是什麼時候學 剛才聽你的經歷沒有學德文 對對對 我德文其實是我在 和人電場的時候 那我想說多一個語言比較好 所以我的德文完全是自修的 是喔 所以我大概自修了一到兩年時間 就考上了外交部 而我特別想嘗試一下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用德文去考 當然算成績之後是全國一起算 全國一起算 可是我算是德文 所以我 因為我是德文考進去 所以外交部就幫我送到 以後外來的工作 全部在奧地利亞 德語地區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在奧地利工作過 在德語地區工作過 後來到拉圖維爾工作 喔 原來是這個樣子 對對對 是一個曲折 老師之前好像很少跟人家講過 對對對 因為大家很少想像出 其實我在德國去讀書 因為為什麼外泛我德國工作 因為我在外交部裡面 他們認定我是一個德語的專長 那你當時跟介大使 這個同一個 就是同一個房間嘛 你不是室友嗎 對 同一個房間 他認真嗎 他很認真 我要幫他寫過一個學期報告 他很認真 但是你寫報告 我幫他寫過一個 他大概已經忘掉了 因為他那時候要出國 來不及了 我是學期末 沒問題 這個幫你這個協助協助 原來是這樣 所以我跟他交情很好 他跟他很好 他非常 文奇兄非常優秀 他很聰明 他非常好的一個人 而且年輕的時候又很帥嘛 對 他這個非常好 有爆料嗎 而且我們兩個 爆料不能在這邊 我們兩個還一起打籃球 我們的籃球隊 我們兩個打籃球 他籃球會打得非常好 對對 你們打哪個位置 我打 我中鋒後衛都可以打 我的頭頭蠻準的 那借文奇的運球啊 各方面也很棒 所以他打後衛前方 對對對 他蠻好的 他非常非常smart 而且動作非常靈活 所以是我好兄弟 哇 所以這個 你們當時上課一起上 球一起打 球一起打 這個牛一起跑 那我當然學習他了 哈哈哈哈 看起來這個大使的魅力 無法擋 對他很優秀 他很優秀 改天我們再來問一下 對 上次大使來的時候 沒有挖他這一塊 太可惜了 沒有他沒有承認說你是他的室友 如果早知道的話 真的 我就先跟你打他一下 他大概覺得說這個 竟然嫌我這個同學 不敢承認 沒有 我要是知道你們是同學的話 我就晚上先問一下老師 老師我明天要訪戒大使 快點給我一點票 對對對 告訴你幾個名字 問他他就會嚇一跳 你這不是XXX 我說你怎麼知道 我跟你講不是CIA 對 對 但是老師後來這個在 也唸了一個博士 第一個博士是在唸 我先講就是說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讀的是 算是理工電機機界方面的東西 那因為我剛剛講 因為中美斷交1979年 那時候我就決定要到外交部去 是 雖然我考外交部的時候呢 所以我的一些書 都自己買來看的 因為從來沒上過國際關係 什麼課都沒上過 那考上外交部以後呢 那同時間也在政大外交所讀書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其實因為我在外交部工作 那我必須對國際關係 有一些相當程度的了解 所以雖然我已經有工作了 可是我還是利用上班的時間 還是幫我政大外交所的課 給他修完了 那修完以後呢 那我就覺得說 如果還有機會的話 自己才可以更上層樓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中間有一段時間 我派到維也納去工作 所以在維也納的時候 你知道維也納是一個國際都會嘛 是的 他們那邊特別是很多聯合國的機構 在那個地方 維也納又是個國際談判的這個要點 所以我特別到維也納大學 去修一些國際談判的課程 還有國際組織的課程 那回到台灣來以後呢 我就把政大外交研究所的課 把它修完了 然後呢 我又考上了政大政研所的博士班 博士班 我那時候博士班 我們全國只有我一個人考上 就是國關主一個 只錄取了一名 為什麼 當年度很嚴格就對了 都很難 所以你看一年只錄取一個國關主 現在好難想像 對的 你記得江敏青吧 江敏青 江敏青又是我博士班的同班同學 可是他讀了半年以後 或一年以後他就到美國去讀了 所以說那我是把政大的讀完 讀完以後呢 那我後來又 外交部幫我外放到德國漢堡工作嘛 因為我是德文考進去的 那我到了德國 你也知道德國跟我們中華民國 並沒有外交關係 是的 但是我就想說 即使我們今天沒有外交關係 但是我做一個中華民國外交官 我要做得別人尊敬的外交官 是的 那怎麼樣去證明自己呢 所以我利用我的上班時間呢 我又在德國的漢堡大學 讀了另外一個博士 所以這個是因為先學了德文 當年是想要學第二外語 對 然後結果就一系列就千千千 你當時有沒有想到自己 會去念一個德國博士 我當時沒有想那麼遠 因為我們人不可能想那麼遠嘛 對 所以當時我一個在外交部的時候 我的想法是說 如果外交部幫我放到維也納 我一定讀維也納博士 如果幫我放到柏林 我一定讀柏林大學博士 你幫我放到漢堡 我就讀漢堡大學博士 所以你看這個意志力很強 真的 所以換言之我在 我在德國 我外交生涯總共有十多年的時間 所以我利用十幾年的時間 我每年的考級都是假等 所以外交部對我升級很快 但即使如此 我利用外交部的時間 我完成了一個碩士 兩個博士 都是我在外交部的時候 全攻全讀 就是說我並沒有留置停心 我利用下班的時間 我去讀書 或者利用 禮拜六禮拜天在家寫作業 對 所以我整個全心投入 就是同一個時間做兩件事情 一方面上班 因為總要養家嘛 對 另一方面還是增強自己 因為要做個稱職的外交官 那你要把專業弄得很好 所以我在德國工作的話 其實我認為表現還不錯 因為我在德國的話 我在漢堡 漢堡是一個德國 還沒有統一的時候 其實德國幾乎是最大的地方 最大的經濟都市 最大的都市 但是我們漢堡只是個辦事處 那漢堡只有館長跟我兩個人 那館長他不太會得文 所以說我的工作包括學務 電務 僑務 領務 商務 政務 所有事情 還包括會計 我都可以一手包辦 利用這個時間還可以去練個博士 所以我比較創一個紀錄 就是我在德國的時候 我幾乎是三年 我就練到一個德國的博士了 還包括我在上班的時間 三年可以拿一個博士 三年可以拿一個博士 在英國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三年拿一個 我不知道 當然 我那個是真博士啦 所以沒問題 不是老師因為你拿一個 就是我的老師對我的評價還不錯 因為我有專業的能力 所以我在德國工作那幾年 我一方面呢 我在德國的時候 幫我在台灣的政大的博士論文 給他寫完了 我政大的博士論文知道的教授 因為博士休完課其實就剩寫文 對 我就帶到德國去寫 所以我在德國的時候 寫兩個博士論文 一個是我台灣的政大博士論文 一個是漢堡大學博士論文 兩個題目完全不一樣 那還包括上課 還包括在工作 所以那幾年對我來講 是一個高難度的一個挑戰 那幾年有在睡覺嗎 還是睡覺可以 大家看我體力超好的 對 所以我剛剛講 其實從大學 還抽了空打了個籃球 從大學開始的時候 我就認清楚說 其實我應該在自己的知識學問上 多加強一點功力 對我未來比較有幫助 那後來呢在1992年的時候 外交部又幫我在連夜 就是從除夕那一天 幫我派到拉圖亞去工作 因為那個時候 整個大陸要在拉圖亞 成立大使館 那我們國家希望盡快成立總理事館 所以我那是半年 當然今天沒有時間 談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但是那半年的時間 我就順利的把中華民國的國旗 給它升上去了 那大陸的大使館就撤掉了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感覺起來 我終於在我的外交工作崗位上 我很明確的為了國家做了一件事情 我覺得非常的光榮 可是那時候我也覺得說 其實兩岸關係在1991年 92年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了 那時候我的專業就認為說 其實兩岸關係如果做不好 外交關係或許有突破 但是你有天花板 所以的確我後來我就決定說 那我要到台灣工作 回到陸委會 因為我覺得兩岸比較重要 所以我是從外交部 商調調回陸委會 然後後來我離開了以後 大概幾個月 我們的總理事關係就變直了 因為畢竟形勢比人強嘛 你或許就像立陶宛一樣 或許現在的政府 對你比較友好 他們的考量 可是他們也是個選舉的國家 那下一次政黨輪替的時候 畢竟中國大陸它的實力更強 那在這種情況下 大陸又是聯合國的常立 是會員國 所以很多國家還是需要他們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那時候就認定說 兩岸關係如果沒有辦法改善的話 外交工作一定有它的局限 所以我那個時候 1992年的時候 我又從外交部轉到陸委會 那陸委會那段時間就是 我那時候當檢任的這個專門委員 所以我就負責陸委會的 所有的重要的政策的撰寫 包括第一份的大陸政策的白皮書 叫做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 就是我來執筆的 91992年的時候 那是正好 九二政策九二共識 那不就您就參與到 當時國王會 我當時很多的東西 我幾乎都參與都了解 所以我對於兩岸問題 除了這個寫作以外 其實實務上我都非常的清楚 那你不就也有跟 當時的李登輝總統也有 我當然沒有 我跟他比較遠 因為我只是一個技術官僚 但是那時候的主委是黃昆輝 所以那時候我就看出來 後來我到了1994年 我大概就已經發現了說 李登輝的路線已經出現問題了 他對於一個中國 已經不再是中華民國了 他的一個中國是歷史、地理、文化雙血緣的中華民國 所以換句話 李登輝其實把一個中國等同於一個中華民族 那一個民族有兩個特殊國與國 所以換句話 李登輝的時候 一族兩國就已經開始要出來了 所以我在1995年的時候已經發現這個問題 那我就面臨一個抉擇 就是說我到底要繼續留在公務員裡面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檢任官了 其實已經升得蠻快的 而且我有兩個博士 還是一個我必須捍衛我的政治思想 後來我決定說捍衛我自己的政治思想 所以我在做檢任官的時候 那時才39歲 我就毅然決然的辭掉 我已經工作15年到16年的這個工作經驗 你這樣是有退休金嗎 我當然那時候就沒有 那就是所有的退休金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對 完全變成一個 後來我就是1996年幫陳旅安去選總統 那是幸運大師找我去的 幫他去選總統 那我在 所以我幫陳旅安的時候寫的所有的國家的政策 其實很諷刺的 就跟我前幾年參選總統的時候 其實大同小 因為我其實我的政治思想 大概在我大概三十四歲的時候 大概已經形成完畢 就是包括兩岸應該怎麼走 國際關係怎麼走 國內的經濟應該怎麼發展 我覺得因為我在國外看過很多國家 包括德國包括歐洲 所以我的政治思想大概到我四十多歲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形成 那後來呢我就回到了學術界 到南華大學當亞太所的所長 幫忙去幸運大師去建這個南華大學 所以我在建南華大學的同時間的時候 我又開始把我的所有的思想全部寫完 所以大概到了1999年的時候 我基本上已經幫我的政治思想 大概全部寫完了 包括兩岸和平怎麼走 世界和平怎麼走 就是台灣怎麼樣在世界中 那個東西歷史歌下週以後再跟你分享 那是很少人知道的 那是整個把台灣融入世界什麼方法 那後來到了2003年的時候呢 我有機會就是回到了台灣大學任教 所以回到台灣大學任教以後 你知道對我的人生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為什麼 因為台灣大學也是一個公立大學 所以我跟以前的外交部陸委會 工程師的聯織全部又接上 那我就變成 他的聯織可以合在一起算嗎 對 可以合在一起算 所以我又變成東方不敗了 因為有退休金了嘛 所以我從2003年開始以後 我就全心全力的投入社會運動 就是孫中山所的眾人之士吧 當然我不是管理眾人之士 但是我從事的是眾人之士 所以我進入社會運動 然後跟大陸的互動 就是我希望把我的所有的政治理念 能夠透過社會運動讓更多人了解 所以簡單來講 我的人生大概可以分成三個很重要的不同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公職生涯 包括做個工程師 包括外交部 包括陸委會 那另外來講在學術界 學術界包括在蘭花大學幫建學校 還有在政大外交所教課 還有在台大教課 還有在台大教課 那這一方面我寫了大概30多本書 我想應該算很多了 那第三個就是我從事社會的關懷 包括社會運動 包括幫別人選總統 幫別人幫整個這個台灣的社會 在政治方面 我都提出了一些看法 所以我人生一直很清楚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的整個政治思想 你會發現我想歷史哥知道我非常清晰的 我從來不會動搖 因為我大概我剛剛講 我所有的政治思想 我在我40多歲的時候 其實已經形成完畢 所以這20多年來 其實我一直在在落實我的想法 因為我認為我的想法 是可以為台灣做事情的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在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覺得人最難是那個邏輯要閉環 對 因為其實很多人 為什麼生活昏昏噩噩 因為邏輯沒有閉環就沒有方向 沒有方向哪怕你從政了 你也是不斷在應付今日是今日弊 對 所以這就牽涉到老師第二件事情 真的跑去政治上做一點發揮 去競選國大代表各位觀眾 張亞中等一百多人 一百五十人 一百五十人 曾經以這樣的名義去登進所謂的國大代表 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一段 我跟歷史分享 因為我是一個學政治學人 因為類似國大代表的選舉是叫做任務型國大 他任務型國大就要把國大代表給廢掉 但是他當時有兩個最重要的主軸 第一個就是選舉制度的改變 各位知道以前我們立法委員選舉制度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後來2005年的時候 我們要廢除國大代表 然後把選舉制度改成現在的 所謂單一選舉兩票制 把225席改成113席 那整個這個東西 但我今天沒有時間跟他談 但他代表一個什麼 就是基本上小黨就算沒有機會了 對 因為當時是兩大黨聯手修憲 那我這個大家瞭解 我一直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 那我的看法就不一樣 我覺得小黨這個概念 一方面它是社會的弱勢 但是更重要的 小黨往往是社會進步的力量 對不對 我們要給這個小黨一點生活的空間 那你現在把這個最低標準 所有瘋狂的想法都是在最小的地方 你現在比如像我們現在這樣 最低要得到5%的選票 那你為什麼5%不是3%呢 像德國怎麼做 德國它每個州不一樣 它有的州剛開始是3% 過了幾年再把5% 譬如這就很合理啊 譬如說你小黨第一次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2%就讓你有席位嘛 我們或者有個日出條款嘛 就過了幾年以後 我們大家習慣以後再把它變5%嘛 因為一下5%的話 也是六七十萬人啊 對 那很多人來講 他小黨過不了關嘛 所以小黨基本上就被兩個大黨給解決掉了 所以你看台灣現在的選舉制度 第三黨要出來是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這為什麼 這在2005年的時候 我們所定的規矩 這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聯手修憲 當時我要出來反對 那我那時候組民主行動聯盟 他說你不可以用民主行動聯盟的名義 為什麼 因為它是個政治活動 我說社會活動不可以 那後來他只同意我用張亞中等150人 這個名義真的超奇怪 我看到這份資料的時候我就會夢醒啊 那時候許信良也支持我啊 還有像那個侯孝賢也支持我啊 就是所有的藍綠還有中間力量 很多都支持我 所以說我張老師 一開始在推動政治的時候 在我的心中真的是要超越藍綠的 記得歷史各國跟你講 政黨再怎麼了不起 不能比國家偉大 是 當然 對 我們國家超越政黨 所以對我來搞政治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是國家人民是擺在第一點 所以才有你剛剛講張亞中等100萬 當然後來是因為在藍綠相互的夾沙之下 那我的得票率只有百分之五點多 對 所以算是公敗垂成了 那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自己去募款 募的大概有1500萬 因為報名費一個人要10萬嘛 那我們找了150人 所以報名費叫1500萬 這1500萬後來花了大概六七年的時間 才把它還完 喔 對對對 還完 所以其實這個為了 這算是你的政治的競選的初登板 我自己 當然你剛剛講 其實我在1990年陳女安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參與了陳女安的政策的總 那時候比較算是幕僚或是智囊的角色 可是這一次是自己站上第一選 對 自己站上第一選 因為我覺得就是總是要人出來嘛 那大家都知道那個贏的幾乎是零嘛 那幾乎是零 可是我的人生來講 我常常講說一件事情會不會成功啊 他是要靠因緣俱主 對 但是你要不要做這件事情 你是自己可以做決定 是 那我的人生就一直在做一些事情 我覺得我該做 我就去做它 至於是不是成功失敗 對不起 這是謀死在人 成事在天 盡可能 發揮權力 對 因為對我來講 我要出來講話 我要讓社會了解說 你這個規定是不合理的 譬如說現在改成113席以後 一個委員會 兩個委員就可以決定了 是啊 因為一般來講 民主政治 他們最好的西方的標準就是說 大概是你國會人員的數目 是你人口的開立方根 開立方根 所以台灣其實最好的立法委員的數目 大概是200席左右 200席左右 這比較合理嘛 因為你必須要有代表性 還有一種講法是10萬人一席 那是一個比較數字算法 那國家大怎麼辦 所以它是人口總數開立方根 那立方根的話呢 我們200個再加上我們的監察委員 加上考試委員 大家就剛好這個數了 所以我一直主張200席 然後呢100席是用不分區 100席是單一選區出現 就是我們真正學德國 德國的選舉制度 是以這個所謂的比例代表之為基礎 歐洲大陸大概都以比例代表為基礎 因為比較平等 可是我們為了這個大黨方便 所以你看我們的不分區只有30幾席 那我們一般的大概是八九十席 所以換句話大黨就永遠壟斷了兩個政黨 這其實是不對的事情 所以你看雖然我是中國國民黨 我也認為那是不對的 所以在這就是大家可以了解說 我的人格特質 就說我覺得什麼為台灣好 我們就去做它 是 因為其實像這種東西 就很容易把那種社會 明明是有一定程度的聲音 對 可是它是完全 你想想看 六十萬七十萬算不算一個數目 當然是聲音啊 可是在我們的百分之五的話 你就沒有了 根本沒有 明明看過不了 所以說一開始就是說 你這些小黨要不要給它機會 雖然它是極右極左 你也給它 為什麼 你越給他們機會 在立法院裡面發言 它可以減少到在社會上 抗議 抗議 而且他們在社會上動員 然後其實更消耗他們的力量 對 本來的力量就沒有那麼強 對 所以說其實對這些小的弱勢的 不管它是激進的或者偏激的 給他們有機會在立法院裡面去吵架 不是在社會大眾去抗議示威 耗損他們的能量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一直覺得 主要下次修憲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立法院要恢復到200席 然後我們的選舉方面 是應該是比例代表之一半 單一選舉一半 我們學一學真正的德國的好不好 我們老是把人家的模式 轉來一下對自己有利 可是很糟糕的 老師我看這個恐怕有困難 因為當你國會議員減少下來的時候 他的資源濃度就上升了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分散 就會非常的困難 但是為政者不仁 我覺得老百姓還是要站出來 當年老師在這個 陳水扁貪污的這個爆發的時候 也有站出來 倒扁運動的總召集 其實我是第一個 因為你知道在2006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6月份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邱毅先生 邱毅我的好朋友 他已經開始揭發了陳水扁很多的貪腐 對 所以你知道我們大學大概是6月份 就放暑假了 所以暑假的時候呢 我就找了我幾個好朋友 像謝大林 黃光國教授 我們就在那個中正紀念堂 那時候叫大中自政的底下 就是辦這個民主夜市 民主夜市 就是每天晚上夜市 每天晚上去演講 那像好多名嘴啊 像邱毅兄啊 還有像小董啊 他們也都來那邊演講 我怎麼有點印象 但是我那時候還蠻小 你還蠻小的 那一直到了大概是到八九月的時候 因為我跟施明德先生也蠻熟的 我也很佩服他 所以我也去找過他幾次 就說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看出來說 陳水扁他一定會用台獨來掩飾他的貪腐 對 反正貪錢 貪你國民黨的錢有什麼關係 我本來就要顛覆你中華民國的貪你的錢有什麼了不起 好 所以我那時候呢 我特別去跟施明德先生 那請他 你要不要出來帶領大家 所以你當時有私下跟他談過 我跟他談過 當然我不敢就是因為我的影響力啦 這個不敢高舉自己 但是我相信我也有經過力 那施明德先生一定他考慮得好久 後來他不是就跳出來導臉嗎 當時什麼原因會讓 像老師你們這些知識分子 會去找到施明德 因為我跟施明德先生 施明德先生跟我怎麼認識的 因為他有一個秘書叫黃慧君 黃慧君就找到黃光果 他問說你們兩岸關係 台大最好的教授是誰 那黃光果就說你要問兩岸關係 你只有找我們台大政治系的張亞中教授 對 所以說呢那黃慧君那個女士呢 就來跟我聯繫 就幫我介紹給施明德 那我跟施明德講 還有跟施明德 所以你看施明德後來講是歐盟一中 對不對 對 還有許信領要講歐盟一中的 都是從我這邊出去的 你要知道我對兩岸關係是一個龐大的體系 對 可是呢每個人都用我的一部分 那個 李登輝用了我的特殊國異國 對 宋楚瑜用了我的這個叫做兩岸一中 然後這個 陳水扁用了我的兩岸統和 然後施明德後來借用了歐盟一中 就是有點像是龐大的一個兩岸體系 每個人都找他比較需要的一部分 但是你也知道我對兩岸來講 包括國際關係 因為我教這個東西的 我大概寫了十幾本書 所以對我來講 我的兩岸體系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體系 不是一個主張的一個點而已 所以在這一方面跟施明德 就是由這個東西結了一個緣 那我跟他也到他家去做過客人 我跟他的夫人也很熟 就是大家是個私人好朋友 所以說談著這個事情 我當然就會去找他一下 那因為他是為台獨而坐過牢的嘛 因為民進黨很荒唐 以前施明德是主張台獨對不對 那當然主張要正名自現嘛 可是民進黨後來在1999年 通過台灣前途決議文的時候說 凍結了 我已經獨立了 對 本容是變相凍結的台獨 沒有 就好比說施明德25年老 不是白做了嗎 你這個民進黨有沒有獨立是你講的 以世間睡醒朱陽變色 所以說施明德先生他也是 很有懷抱很有理念的 所以跟他談了以後 大家很容易就談在一起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大概身邊也有些人在鼓勵他 來搞這個導編 我還記得最典型是9月9號 大家上凱道 那個場地原來是我們這個 我們借的 對 那後來我們把場地讓給他 所以在導編過程中的時候 後來就變形成在凱道 大家比較看到是穿紅衣服的 那我張亞中帶了另外一批人 在中正紀念堂 在兩邊大家都來做這個導編的運動 當然我們都配合這個施明德先生 所以在這一個方面 其實大家真正了解導編的時候 就了解我張亞中 其實在這個社會運動方面 其實很有經驗的 而且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很有意思耶 而且我除了導編 我還包括反軍購 公投 那後來到了2008年 因為馬英九上來以後 那我覺得說 我剛剛不是講兩岸關係很重要嗎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花很多的時間 在跟兩岸的交流 就是因為我對兩岸是有主張的 我不是為了開會而開會 所以說你看我跟大陸的這個 政治的學者 包括我們辦了像在日本辦會議 在澳洲辦會議 在台北 在北京都辦 我們還辦兩岸退休大使 特別是退休大使 就包括我們這邊的陳建仁陳部長 還有歐宏諺歐部長 我帶了我們這邊歐外交部 曾經做過大使跟市長的 還有部長的 大家一起到北京 還有到各個地方 跟大陸的退休的市長 部長 大使對話 我大概連續辦的四場 那談的什麼 很不容易耶當然 談的就是什麼 兩岸在國際上怎麼共同參與的問題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敢講說 北京對我的主張是非常清楚的 我是什麼樣的主張 其實他們非常清楚 當然不是他主張的一國兩制 對 因為我認為我的主張是 超越了國民黨 民意黨跟共產黨 因為我所認為的超越 並不是說我們找個中間 既不左 右不右 又不國民黨 又民意黨 而是你必須要超越他們 你們所擔心的東西 我全部都想到了 就是後來的一中三線 後來一中三線兩岸統合 後來我把它發展出非常完整的論述 那一中三線兩岸統合 它只是一個過程 對 就好比說我們 我們就昨天一個朋友跟我講 我覺得很有道理 兩岸關係跟打棒球一樣嘛 我們現在攻一壘嘛 然後再二壘 那三壘 四壘 對 你不要老想home run 對不對 一下就獨立 一下就統一了 對 那我們第一壘要做什麼事情 第二壘做什麼事情 第三壘做什麼事情 那這些東西我對我非常完整的論述 要有程序跟步驟 程序跟步驟 因為任何事情 它最後就是一個方法論的問題 你說你也想當百萬富翁啊 他也想當這個醫師啊 那你怎麼做到你告訴我啊 那你想統一 統一的方法論 我跟北京要談啊 那台獨沒問題啊 那你告訴我台獨的方法論是什麼 如果你講得通我追隨你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把兩岸的問題 帶到了一個非常務實的方法論的討論 我們的方法最後是什麼 老百姓滿意嘛 人民幸福嘛 這是我們最終的目標嘛 是 那我們怎麼做到這一點 先不要犯生戰爭嘛 先把兩岸的敵對 變成和平 先把彼此的定位先定下 對 現在太危險就是說 兩岸其實是在一個休戰的狀態 根本它就是內戰沒有打完 也沒有任何的實際的協定 你講的沒錯 或者是除了九二共識 現在也不承認 那ECFA都不是在解決 兩岸的彼此定位問題 歷史跟我講最簡單的概念 兩岸之間有政治難題 政治難題要不要先解決 先不解決就不行嘛 對 那兩岸永遠是敵對的 敵對的情況下 那問題就出現了 可是兩岸說敵對 那也只是 就變成 你在台灣的感覺就是 敵對啊 可是我們人員來來去去 像我下個禮拜跟我一個 以前的學姐好朋友見面 她去中國大陸工作兩年 對啊 回來這個疫情會 我們所敵對是 這是朋友 你的朋友都會有在對岸的 我們是政治上的敵對 對好比說敵對的國家 還是可以貿易往來的嘛 但是敵對的東西 說翻臉就翻臉了 就是表示它的根基不後嘛 是 對 那我們要把敵對的關係 變成真正是一個 和平跟友好的關係 那這個東西 是要用方法去解決的 那現在來講 民進黨跟國民黨 其實都找不到好方法 對 那北京呢 又一下跟你談統一 欸 現在敵對還沒結束 你跟我談統一 然後統一後一國兩制 那不是更遠了嗎 所以我是覺得最好的方法 就是先坐下來談 怎麼樣把政治難題解決掉 把敵對變成和平 有了和平以後 我們再來談和 叫做Integration 整合或統合或合作 有了整合合作以後 我們才來談 統一的方法論的問題 它是一步步走過來了嘛 那在這個過程中的時候 台灣所有的利益 我們的主體性 都不能夠抿磨掉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先讓兩岸坐下來 這很重要 那坐在哪裡更重要 坐在我們的極品家具沙發 非常重要 堅持台灣製造 無獨製作 數十年的車皮跟專業編密功夫 重點是可以客製化設定 例如說我們新郎的這個沙發 那尺寸款式色澤 還有呢 這個材質都可以多元化的選擇 基品沙發滿足大家的選擇 做得滿舒服的 所以大家如果對基品沙發有興趣的話 我們右下角有個QR Code 老師剛才也推薦了 真請推薦 而且還有小豬可以送一隻 可以大家如果有聯絡上的話 OK 好 那工商結束 我們就要繼續來聊 剛才老師其實有聊到說 對於當你理論閉合之後 其實就想進一步做更多 那有更多的參與嗎 那過去其實是從教授 然後可能這個蘇文學校 當然蘇文學校是比較後面的事情 但是從智囊 站上第一線 這過程當中是怎麼醞釀的 我覺得每個人他總是有些懷抱了 我想我跟大家一樣 總是希望為台灣做點事情 那當然我以前是因為有工作嘛 你在台大上班對不對 那我花很多時間 就是做我的社會運動 對 那大概在前兩年的時候 就是我從台大退下來 那我就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那我還能夠任我的餘生 為台灣社會還能做什麼 各位知道我沒有什麼地方派系 我也沒有家族企業 所以當我今天要去搶什麼政治位置的時候 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我希望有這個平台 因為有了平台以後 我做事情才更方便嘛 所以 有實力點的概念 對第二個概念就是說 那我今天只是在報紙上寫文章 那但是我的麥克風是不夠大的 對 就像我剛剛講2005年選任無形國代的時候 我也知道我選不上嘛 改變不了嘛 可是我希望我們的聲音 能夠透過參選 讓各種人可以聽到 聽起來是一般悲情的 因為花了1500萬 對不對 可是社會上 花了好多年才還還 對對 社會上就是有我們這些人嘛 所以你也記得在2019年的時候 那時候中國國民黨選總統候選的時候 大家記得是韓國瑜跟郭台銘嘛 那後來我也是參與者 對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你說我會選上 我也不會相信嘛 可是我覺得我畢生有這麼多的 解決問題的方法 因為假如我今天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法 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選這個幹什麼 我不會那麼無聊嘛 那種曝光度什麼好 什麼好了不起的 所以你看我在整個參選 那個總統候選的時候 我相信包括趙少康 他在他節目中也談 還有很多人講說 而張老師是裡面最有思想 講的最好的 那我們知道投票 大家因為韓國瑜跟郭台銘 他們比較受到重視 投票跟認同是兩回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敗選了 那後來呢 我就像去年 我又再有機會 我就參選中國國民黨黨主席嘛 那當然黨主席 那又更多人聽到我的主張了 所以我也很高興透過黨主席的選舉 那國民黨內部就有六萬多 而且這六萬多 完全是自主性的選民 對 他們願意支持我 他們為什麼支持我呢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我講的話 就是他們想講 我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那因為這段時間呢 我也得到了很多人對我的關注 那我就要利用好好的把握這個機會啊 所以說你看我上你的節目 或上更多的活動 包括我最近在辦什麼 素環針的活動啊 散報講中的活動啊 我想讓這個社會就說 我常常講說 我今天張老師想做的事情 讓我們的台灣社會 第一個 這個土壤可不可以變得更健康一點 真善美嘛 你不管是民運黨國民黨 你都希望台灣的土壤變得好嘛 對 所以說社會不能講假的東西啊 你蔡英文的論文真假的問題 這跟國民黨民運黨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是台灣社會的一個價值的問題 同樣道理我也必須要講 蔣中正先生 他到底是不是228的元凶 這可以來討論的嘛 對 你必須拿出數據出來嘛 同樣道理 蔣中正先生最討厭他的人是誰 是共產黨討厭他 但是蔣中正先生 對台灣沒有對不起台灣啊 那這些問題 我們要不要去討論他 那另外還包括 那你這個國民黨 到底應該怎麼走 民主憲政應該怎麼走 歷史文化怎麼走 我剛剛歷史哥講 我都有想法 那我就希望能夠參與政治的方式 這對於說把自己暴露出來 擺在那個檯面 你也知道政治這條是惡鬼道 是 政治沒什麼好玩的 我本身來講 我如果只是不是為了想做事情 我搞政治幹什麼 真的沒有必要 我先跟你講真的沒有必要 我剛剛講我也沒有家族要從政 小孩兒女沒有人要搞政治 我也沒有什麼地方派系 我也沒有什麼秘書要從政 都沒有嘛 我也沒有家族企業 希望選個東西來保護自己家族企業 那為了什麼 為了就是我認為我可以 為台灣社會做點事情 那我來試試看 你們覺得好不好 不管選不選我 先聽聽我講什麼 所以這就是一個懷抱嘛 這就是一個情懷嘛 老師你有沒有一個感覺是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當諸葛亮不一定要當劉備 但是現在又沒有劉備 所以你必須要跳出來當劉備 因為對我來講就是說 我可以當任何人 比如說你今天就算朱立倫主席 你願意找我張阿中談 我一定樂於跟你談啊 包括江啟誠你願意跟我談 我也願意跟你談啊 韓國醫院跟我談 我也很樂意跟你報告啊 對我來講 我的書都已經寫出來了 我就不斷地宣揚我的理念 如果你們覺得聽不懂 你來再跟我談 我再跟你溝通一下 對我來講 自己就是一個公共財嘛 公共財 可是你也知道 有很多東西 我想你對政治很瞭解 你可能我的對很多問題思考 是一個邏輯性的東西 對 可是有很多人跟你談 他只要你其中一點 對 就像你剛才講的 美根只要那一點 你的思想體系提煉出兩國 對 都可以提煉出來 對 他只要那一點 所以對我來講 我今天台灣的包括歷史文化 兩岸的縣政的經濟的 教育的文化 它都是一個體系中的一部分 那我想就參與說 我可不可以把我這個整套東西 因為我用參選 我是不是自己來講 可以講得更清楚 但是成功不必在我嘛 你們覺得好拿去用嘛 那假如我有這種機緣 大家認為說 我張亞中來扛不錯 因為我看我頭髮都已經白了嘛 為什麼不去染 這很重要 一方面我很崇尚自然 一方面我也要告訴各位 像我張亞中頭髮已經白了 我還求什麼 我還求什麼 20年以後黃土一堆了嘛 我們還求什麼 我們為的就是社會上做事情嘛 那你今天覺得我能夠替你們做 我就來替大家做嘛 你願意聽 我就講給你聽嘛 誰我都願意講 你今天蔡英文想來跟我炸中 談兩岸關係 我也樂意去啊 蘇貞昌想跟我談兩岸關係 我也願意跟你報告啊 對我們來講 我們是用台灣社會所學 就像以前 我當過工程師 為了什麼 是為了台灣啊 我外交官為了誰 不是為了中華民國嗎 我幹陸委會為了什麼 也是為我們台灣人民啊 我台大教書教誰 我教台灣的子弟啊 北大清華 不是沒有找我去當過客座 是 香港大學澳門大學 不是沒有請過我 我沒有去啊 我就要留在台灣為什麼 我搞這麼個社會運動 因為我覺得這塊土地 我必須為這個土地奮鬥 我不想當個客親 你再有名的教授又怎麼樣 我在耳中寫了三十幾本書 我剩下可不可以用我的餘生 為台灣社會做點事情 行嘛 知行合一嘛 對 那我就做 大家願不願意接受 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要不要做 是我的事情 那我有這個紀元 台灣是個民主的社會 我有參選權 那我就參選 投不投票看個人嘛 那我就利用各種機會 像因為我要參選 像歷史哥就跟我結緣了 對 很多網紅跟我結緣了 那我就願意去講 那假如我有機會以後 掌握國民黨平台 或者更重要的平台 那我一定 我只有常常講 我如果今天沒有這種能力 我不會出來選舉 我如果沒有這種思想 我也不會搞政治 因為我要的不是那個名嘛 也不是為了賺那個利嘛 就這麼簡單嘛 不過老師這個 在投身選戰的過程當中 對 因為老師是一個文人性格 對 我印象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事情 在非洲曾經有一個國家 叫布吉那法所 這個地方呢 老師學外交可能多少耳聞 就是 他是指正人君子治國 他本來叫這個 那他曾經發生過一場 驚天動地的這個共產革命 當時有兩位 這個兩位 一位呢 叫做這個 塔瑪斯桑卡拉 然後另外一位 是他後來的這個總統 前陣子剛好我看到 正面被下台了 這兩位像兄弟一樣 年紀也相仿 那可是他們呢 這個在四年之後呢 這兩位兄弟喔 這個 托馬斯這個 塔瑪斯這位 就是被他的兄弟暗殺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認為喔 什麼東西都不重要 重點是實行這個理念 但他的兄弟呢 這叫孔波雷 他認為說 你也必須要跟現實做一些妥協 對 因為老師理想很崇高 那這個 這個托馬斯桑卡拉 雖然是在非洲 被稱為非洲切格瓦拉 但因為切格瓦拉 就是太兩袖親封了 他太有理想性 他也是行動犯 他也去做了一些事情 也成功了 他也幫助古巴革命 這個托馬斯桑卡拉 也在布吉那法時候 搞成功革命 然後他也推行了很多 可是最終的結果是 桑卡拉被槍殺 那孔波雷反而做了很長 但是孔波雷 他妥協之後 他也有點腐敗 就腐敗下去 我的意思是說 老師是文人性格 衝到第一線 可是很多的政治人物 他考量的不是理想的問題 所以你這樣講一個問題很重要 就是我們常常講 到底我們的執政重要 還是國家變得好更重要 是兩個概念 對我來講 國家變得好才重要 執政 像我常常講 你國民黨能夠贏得選舉 那是你的紅利而已 對 因為你能夠為國家做事 人民把紅利給你 就是把那個利息給你 是 那同樣道理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像我是個學者 但是我認為 我不然純然是一個學者 我今天敢花1500萬 我還敢編教科書 又花了好幾千萬 你還記得 我還拍那個百年中國 迷霧之間 又花了好幾千萬 就是我當然懂得跟社會上去募款 我也了解說 我們不能夠天馬行空 只是一個學者 所以我反而是非常不像一個學者的學者 同樣道理 你看我剛剛講 我會去參加選舉 我會去經過各種挑戰 換句話說 我認為我是非常務實的 只是我在這個務實當中 我有一些堅持 就好比說 你說我會肅還真 我會對蔡英文的論文真假問題 我會配合彭文正去追 我會捍衛蔣中正 在國民黨裡面 好像很少人就捍衛蔣中正 最多只講蔣經國 可是 可是我認為說 這個是對的事情 就要做嘛 那對這個事情 我才可以改變台灣嘛 是 台灣的社會如果說 不知道知恩感恩的時候 這台灣社會還是可愛的社會嗎 而且我相信 這個社會一定要有正道的力量 世界一半一半 有一半是黑暗 有一半是白天的 還有一半是黃昏的 是 三種正的 邪的 半正半邪的 我們必須努力 才可以讓邪惡的力量受到限制嘛 所以換言之 到底哪個重要 選舉固然重要 但是捍衛你的正確的價值觀念 那是更重要 所以這就是我的信念 所以我當然會做一些事情的妥協 但那個妥協是屬於技術性的妥協 它不是一個政治性的妥協 因為一旦形成政治性的妥協 很容易初心就喪失了 這最有名的例子應該就是阿扁吧 被你倒過的 阿扁當年這個三級貧戶感動了多少人 對 我記得我在師大的時候 然後我那時候有參加一些計劃 教育部的一些計劃 然後跟我一起工作的這個 我都把他稱這個學姐 他是扁迷 他說他都不談政治 我說為什麼 因為阿扁傷透了他的心 對 傷透了 他是那時候女生在讀大學 他說 我說你這叫政治初戀症候群 我們要感謝一下我們這個 五二好朋友的這個超級留言 我們謝謝TF真 支持張亞中校長 助校長 身體健康 宏圖大展 謝謝歷史哥 謝謝TF真 謝謝江露塔斯 他給我們一個Bravo 還有謝謝Kim朱大大 打了三支留言也不過審查 純粹支持歷史哥吧 YouTube最近 大家要多支持歷史哥 謝謝 謝謝 而且真的是像這種 有理念的青年 我們要多支持他 其實我身 對老師剛才所講的 身有同感 就是理念的擴散 真的不容易 因為我們可能是幸運的 我們可以在理念的同時 還有一點麵包 所以可以理念繼續堅持下去 那很多的人其實 在理念的過程當中 因為沒有麵包 他就折損掉了 他非常好 所以我剛剛講 為什麼我從2003年 到了台大以後 我投入非常多社會運動 花很多錢 因為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 我回到台灣大學了 國立大學有保障 我以前在工程師 在外交部 在錄委會的連資 可以接上去了 就像我現在退休以後 我還有點退休金 老師說你連資結算下來多少 可以偷問一下嗎 我現在就是有700萬 整個年資這樣經驗 我其實工作了40多年 我其實人生沒什麼休息時間 所以我很羨慕 在大學裡面可以享受人生的 你看我在大學讀的時候 先不要研究所的時候 我幾乎都是全工全讀 對 我連政大我都沒有走遍 走完 我幾乎每天在上班 你看看我從 我大概從二三十幾歲 就開始每天工作 一直工作到現在 老師真的是沒有停下來 對 因為你看同時間 你看做這麼多事情 你想想看 讀兩個博士總不是那麼容易的 對不對 那你每天要讀 你有這種經驗嘛 如果練兩個博士 還有一個碩士 然後外交部每天工作又很忙嘛 然後你看回到台灣來以後 又搞社會運動 然後又辦大學 然後又教書 還要寫書 台大的壓力也很大嘛 老師你這個叫哲學 你這個叫做陀螺人生 沒有 就是我的人生就是說 也只斜槓人生嘛 我覺得我大概每一個時間點 都做兩三件事情 同時在做 當然還好了 我身體還很健康 所以現在還繼續在鍛鍊身體 其實有這個良好的身體 還是蠻重要的 你看有很多有這個理念的人 大家活了不夠久 所以像這個 古巴的這個革命元勳卡斯楚 他們兩兄弟就是活得特長久的 活得長久啊 贏過你的敵人 所以也要跟大家講 就是剛才老師其實有兩個理念 我非常認同 一個是壞人敢囂張 是你好人沉默造成的 所以你好人一旦熄火 那你不要怪壞人囂張 不要怨天怨地 要怨自己 就像我剛剛跟歷史哥講 我從明天晚上開始 我講228嘛 228在台灣已經被乘封了75年 是的 我張好中除了寫一本 228基本讀不完 我從明天晚上開始 每天晚上講兩個小時 把228講清楚說明白 這就是你剛剛講 我要跟你不同的意見對抗 因為我認為你在批評老百姓 你把我們的人心都變壞了 這個東西台灣的土壤變得不好 那台灣沒有機會了 是 是 這真的是很重要 對 很重要 OK 週二下午1點 週三晚上7點 然後還有其他時段 我們不演 我們這個五二新聞俱樂部 都有非常多的好節目 跟大家來分享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晚安 拜拜 拜拜 好